宫二头肌是上臂前式的三块肌肉之一 属于肩部和肘部之间的上臂前部的一块大肌肉 取肩甲骨上的两个头 结合形成一个单一的肌腹 连接到前臂上部 宫二头肌是臂最表显的肌之一 对肩和前臂都起作用 宫二头肌名称源于近端有两个头 其短头以后的扁剑与会攻击共同起于会突肩 长头以细长的剑进关节囊内 起于鱼上节节及相连的关节鱼唇 长头剑包扰在双层管状的滑膜翘内 宫行越过宫骨头 与宫骨横刃带下方穿出关节 下降于节节肩钩内 此处受到宫骨横刃带 及胸大肌肌剑发出的纤维素的约束 两剑向下一行为两并行的长肌腹 在九关节处 宫二头肌形成一扁剑 指于绕骨粗笼后份粗糙面 肌剑与绕骨粗笼前面的光滑面 由滑膜囊间隔 当肌剑至绕骨时发生扭转 其前面在指于绕骨粗笼前 转至外侧面 剑内侧部扩展形成宫二头肌肌剑剑膜 向下融合于前臂趋积起点表面的身筋膜 宫二头肌有两个头 跨越三个关节 从解剖学的角度看 宫二头肌能在肩关节 肘关节和绕指近端关节三个关节起作用 因此功能非常复杂 归纳起来包括 一,若辅助上臂在肩关节区区提供约7%的力量 二,上臂外旋时辅助上臂在肩关节外站 三,前臂旋后时是上臂在肘关节剧烈的区区 四,肘关节至少部分曲曲时 使前臂从旋前的位置强力旋后 但肘关节伸展时无此功能 五,手臂下垂提重物时 长头帮助将肱骨头固定在肩鱼窝内 六,短头辅助上臂在胸前横向水平内收 宫二头肌主要功能是曲肘 其发挥作用最有效的角度 四,肘关节区区80至100度 其前臂处在旋后的位置时 前臂旋前和旋后的不同位置对宫二头肌影响很大 前臂旋后下产生的肘部区区力距 比前臂完全旋前下产生的肘部区区力距 大约20%至25 宫二头肌在旋后位置区区肘部 更能够充分收缩 宫二头肌最理想的长度张力关系 是在用力收缩 执行肘关节区区及旋后时 肩关节要厚伸 以延长此肌肉的上端 以建立宫二头肌最大张力 宫二头肌是有力的肘区区肌 只有在强力区区肘部时会工作 协同宫肌和宫饶肌 宫二头肌长头和短头的相对附着点 有助于它在完成曲曲肘关节动作时 使肩关节稳定 当前臂固定时 宫二头肌通过将宫骨向前臂移动 使肘关节曲曲 如做引体向上的动作 宫二头肌经常发生离心收缩 例如将重物从头部的高度放低的运动 宫二头肌是强有力的旋后肌 特别是在快速或抗阻力的运动时 但在较轻松的情况下 单纯旋后的动作当中 宫二头肌相对之下并不是那么的活跃 宫二头肌仅仅是在中等或强力的作用下 才会有明显的积淀活动 因为宫二头肌最佳做工效能是在 轴弯曲90度 所以许多需要强力旋后动作 都会自然地使肘部弯曲成90度 比如当需要大力旋转螺丝时 宫二头肌就会被神经征兆 来协助其他较小的肌肉 如旋后肌和母肠身肌 宫二头肌的长短头 在肩外斩及外旋中 会增加肩的稳定性 特别是当其他结构受损失 宫二头肌的长头跨过肩关节 长头腹鱼 鱼上结结 在鱼弓动作当中 长头可稳定肱骨头于关节鱼中 当活化时 宫二头肌腱将肱骨头推向关节鱼的下方 以降低关节的压力 然而因长头跨过肩关节与肘关节 所以对一个关节的作用 会受到另一个关节位置的影响 当宫二头肌收缩 以提升一个沉重的负荷时 它的两个头共同作用 以确保肩关节表面的收拢 短头位于会突 相对于肩甲骨提升肱骨 并与其他纵向肌肉 如肱三头肌 肱肱骨肌和三角肌 一起防止肱骨头向下脱位 当鱼肱关节外旋 手臂在冠状平面的前方 且没有阻力或手上没有拿工具时 宫二头肌能够提供肩外斩的动作 此鱼肱关节外旋外斩的动作 再将手放在头上是很有用的 但是宫二头肌长头 在肩外斩动作当中并不够强壮 因此无法在此姿势下提起重物 或执行工作 如果宫二头肌受损 整体的外展强度会下降约20% 宫二头肌引起的疼痛 主要向上放散到肩前的肌肉上 并有肩甲上部和肘窝的溢出疼痛模式 宫二头肌产生的疼痛通常位于肌肉中部 将疼痛向上传导到宫二头肌和肩部的前三角肌 疼痛偶尔会跳过肩关节到达肩甲上区 这些中心的激痛点还可能引起 另一个向下方肘窝传导的 较轻微的疼痛模式 宫二头肌的问题会造成上肢疼痛 危及活动性 比如干扰梳洗和进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